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秋冬季节是各种呼吸道疾病流行的主要季节 很多人都非常担心 在这个阶段会揽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病原体 这个可以是流感或者叫甲流的病毒 也可能是支援体 也可能是荷包病毒 更有可能是新冠病毒 那么如何能预防或者帮助自己 不被这些东西感染 上一集我讲过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打疫苗 但是由于疫苗的副作用 很多人不想打也不敢打 这点我是完全理解的 那么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去预防 当然有 比如说戴口罩 比如说和大家保持距离 但是通过这几年的疫情 很多人也产生了口罩的厌倦症 不愿意戴口罩 保持人与人之间距离 大家也开始不喜欢了 各种各样的聚会 大家都非常想去了 那么最后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预防新冠呢 这个是我一直在各种论文 各种文献里面 想为大家找到的答案 最近有一篇文章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了美国的过敏学 哮喘病和免疫性年会上面的 刚刚发表 这是一个缩盲测试 它测试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个假设 就是针对上呼吸道的干预措施 有可能可以减少新冠相关的呼吸道的症状 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 他们选了一批新冠阳性的成年人 年龄是从18岁到65岁 一共就选了58个人 这个58个人 他们随机的分成两组 一种是用低盐水的 第一 二组是用高盐水的 然后又用9398人和他们相匹配 低盐水组 他们是在每240毫升的温水里面 加了2.13克的盐 而高盐水组 是在240毫升的温水里面 加了6克的盐 他们要求每一个人 用盐水 漱口 用盐水冲洗鼻腔 每天要有4次 每次不能少于5分钟时间 他们发现 通过这个方法 不管是低盐水组还是高盐水组 他们的住院率都低于对照组 而且这个是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也就是说 这个并不是一个心理作用 而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测试的筛选人群 大家应该看到 低盐水组平均年龄是39岁 高盐水组平均年龄是41岁 而对照组平均年龄是45岁 在统计学上这三组没有多大的差异 体重上面也没有过大的差异 选择人群的主意也没有什么差异 男女的比例差异也非常小 在整个的调查里面 他们也进行了瑞德细微使用的对比 以及惠瑞的口服药的支列对比 他们发现这两组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A的差异就是在住院 这两项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干扰 而造成了两者的差异 而确确实实是盐水的使用 而降低了这些新冠患者住院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实验确实有它的缺陷 它的缺陷就是测试人数太少 整个只有50多位人 但是这个东西的发表 其实在疫情的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人提出过 只是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临床的对比 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的话 这个方法是便宜 简单 而且对人的伤害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治疗方法风险是非常小的 那么除了新冠之外 这用这种盐水漱口 盐水洗鼻 是不是有其他的作用 因为很多人说 我新冠刚刚感染过 我不认为自己会重复感染新冠 但是他更加担心的是流感 担心的是核爆病毒 其实用盐水漱口这个方法是一个老方法来的 很多医生都会推荐这方面方法 也有很多的研究研究过 我随便举个例子 在2005年的时候 这篇文章就在预防医学里面 刊登过 他们用了400个人进行研究 就是流感季节 有些人盐水漱口 有些人不用盐水漱口 他们发现 每天用三次盐水漱口群体 感染流感的机会降低了一半 那么为什么 盐水 有可能会有这种效果 很多医学家是这么样解释的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用盐水漱口的时候 这个盐水可以使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酸碱度变成变化 我们知道不管细菌也好 还是病毒也好 它对它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要求 其实是挺严格的 当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酸碱度变化的时候 它们的生存的能力 或者说复制的能力也就下降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知道 不管细菌也好 还是病毒也好 它们都是细胞体来的 细胞里面最大的是水分 当我们用盐水漱口的时候 由于它的盐的含量 比我们身体里面的盐的含量要高 所以说它就会吸收这些细菌 或者病毒细胞里面的水分 使它坏死掉 从而降低了口腔 鼻腔里面病毒细菌的量 从而帮助了人体可以更好的克服 或者说更好的压制这些病毒和细菌 有此类推 这种盐水漱口不但对于新冠有效 对于流感有效 它们应该对于比如像支援体 荷包病毒 这些都有一定的效果 最后的底线就是用这个方法 对人体的伤害或者对人体的影响是最小的 而的代价也是最小的 盐和水是最便宜的东西 用最常见的一句话就说 你们用这种方法有什么损失 最大的损失就是无效 你每天浪费了半个小时时间 好了 那么这个方法就介绍给大家了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 不妨尝试一下 好 最后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